大家好,我是东京口水猫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冲绳石环岛的酒店 这一期我们介绍一下冲绳石环岛的美食 走,跟我去看一看吧 这期的视频我们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酒店里 第二部分酒店外 最后还有番外篇 先说早餐 我们订的这个酒店是带早餐的 当然如果你是洲际酒店的上级会员 也是可以带免费早餐的 现在疫情期间有两个饭店开放早餐 一个是西洋风的Salutida 还有一个是日本风的八重山亚烟马 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Salutida的早餐自助 疫情期间要求客人配戴口罩 配戴手套去拿餐 银品有当地的牛奶 杏仁鹿还有各种果汁 这里的色拉和水果区种类也很多 非常给力 因为其实一旅游就全都是大银大肉 后面那个红色的是木瓜和纸猫 非常爱吃 其他一些主食需要向服务员点餐无限次数 比如火腿蛋松饼煎蛋卷 还有十番岛牛肉面和甜点 这里的火腿非常给力 还有就是早餐一般要排队20分钟请注意 另一个早餐餐厅在旧馆不是自助餐 但是我们也很喜欢 主食有三种可选 金枪鱼冬粥和米饭 勇士边的Cafe Palette 它的义式冰淇淋还是世界冠军兼修的 我第一天就买了一个三色的大概1000日元 接下来是在酒店吃的两顿晚餐 这两餐是最贵的 这是我们天天约的第一家晚餐 叫羊羊妈 我们点的是每个人6200的套餐 很划算推荐 第一位的晚餐是早餐那个饭店 它家第一次我们应该没有约到 他们的儿童的盘子还是这个小青虫的 点点很喜欢 它家的形式有点像高档大排档 吃这种鲜鱼在这儿你可以挑 然后可以挑做法挑重量的 第二部分酒店之外 其实口水猫最喜欢的是当地的在地的吃的 画面可能没有宾馆那么美 请见谅 这家饭店以气扳扎 就在石环岛周际饭店门口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去一次 味道非常好 而且性价比也非常高 非常推荐 而且它家有个小插曲 我们最后再讲 冲绳特产叫Lofty 这道菜其实我理解就是红烧肉 这是我们最爱吃的冲绳料理之一 可能都不用加吃 排骨面 这个排骨的个头特别大 这一大碗全是排骨 那种特别嫩乎的 好吃至于我们一人要了一碗 看这排骨 这直接用筷子就能夹断的这种 午餐的话 同样价格会送一碗这样的会饭 我们又来了 就在Hotel这个对面的小酒 就在 默默要的是炒菜食物 还有一个送鱼片的 点点这个凳子坐上去还带声音的 来点点坐一个 这个是羊汤 与我们东北的羊汤不同的是 它这个味道更浓 而且它使用的内脏不多 更多的是羊肉 非常给力 从价位来看 这里的羊比牛稀有 今天又点了一个这个牛肉汤的定食 看起来不错 与其他menu相比 这个有点小贵 但是用东京的物价来比 还是很物超所值的 天赌鲁 还有这个可能鸭肉 还有小刺 而且吃到的猪耳朵挺新鲜的 去川平湾看玻璃船之前 我们来这个公园茶屋吃了一顿 他家有免费停车场 虽然还省了停车钱 味道也不错 很脏 点点自己就知道去拿这个小椅子 而且他家蛮强的这个贝壳挺有特色 口水猫又点了这个排骨面 so kisoba 猪汤汤汁 雁还在看他的重画片 冲绳的汉店一般都会准备这个酒泡的辣椒 我丢了这个 它生了一个 公鸡林 很漂亮 姐姐哪个好吃 那个是什么味的呀 蛮苦 今天晚餐买的他家的外卖 我们买的是这块的啦 七四八的 石环牛是这个岛上特产的 黑毛和牛 他家只收现金 而且没有停车场 这个就是我们 最后一顿的晚餐啦 看这是外面的我们的酒店 这个汉堡呢是排名 这个岛上排名第二的汉堡 因为第一的汉堡现在关店了 还买的鸡翅还有 意大利面的这个汉堡呢 据说是用日本最南端的牛 和最北边的奶酪做的 石环岛自己的 地产啤酒 但是这个欧利用的也是这个 沖上的啤酒 最后一个部分是旅行中的一些 小意外 这个小礼盒 是酒店的服务经理送来的 房间清扫出了一些 小小的失误 我们反应了之后 他当天就上门道歉 第二天给了我们这个小礼物 还让我们挺惊喜的 第二这个盒子 是以气搬炸的店员 给我们邮回东京的 我们回到东京 发现东西落在了店里 他们特意邮了回来 当然是收货人付款 但是也给人造成了麻烦 我们是又抱歉又感激 真想赶紧再去石环岛一次 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 石环岛的人都是多么的热心肠 下一期我们会介绍在石环岛 我们玩的什么 口水猫老规矩最后会公布总的花销 我是东京口水猫 感谢你看到了最后 欢迎点赞订阅按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